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隨著時間的推移啊 小粉紅舉國摩針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 在他們自己國內跳水返日 抵制到自家水產 怒砸日料店 成為鹽荒子孫這就算了對吧 現在越來越多小粉紅啊 蠢蠢欲動 光這幾天就超過了6000多通電話 從中國境內打到日本的電力公司 當然啊 打電話過去大部分都是說中文 我不知道你在幹嘛 你起碼也說個英文吧 而東京的千代田區公所啊 也接獲將近1000多通 中國人打的騷擾電話 日本各地的餐廳啊 飯店甚至學校 目前啊 根據日本媒體自己的報導 有200多件通報當地的警局 就連在中國專門給日本人上學的學校啊 也被小粉紅給砸毀丟石頭 帶大家來看一些影片 中國からのいたずら電話 が届い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誰會打電話呢 我都要走 讓他把河水水拿去煮麵 他不聽到說 你是怎麼知道他的電話號碼的呢 這個你就不要打電話了 你是工作的還是學生了 社會嫌反人員 您大概多少歲啊 我啊 大概23了 相手是中國四川省的23歳 無職的男性 等一下看到這裡必須插播一下 吳葉來自中國四川二十幾歲男性 這個聲音又有點像阿強哥 這個人是不是阿強哥啊 如果是的話你紅了耶 那我們接著看下去 那您這樣打其實對自己有什麼好處嗎 您覺得 滿足我的聲音音樂 那您覺得有用嗎 這樣打電話 有用啊 您不覺得這是給平常的人造成一種不便嗎 哎呀 他還不是他愛你了 但是 日本現在這個 電話連了 OK看完這個影片啊 中共又在玩台灣人看不懂的手法 中共現在說什麼 中國駐日大使館 近日 也接貨 大量日本人打電話去騷擾 我真的覺得滿搞笑 中國大使館的電話什麼時候打通了 中國人自己都打不通的電話 日本人就打通了 我去年到日本去找小鎮對吧 他也說了 電話從來沒打通過 要碰運氣啊 所以現在中共就是在洗這種招數對吧 你看 日本人啊 他們也都在鬧我們家大使館 所以啊 你們小粉紅自己該幹嘛要知道 合理化自己國民啊 打電話去鬧日本人的這個行為 那我就覺得非常搞笑 粉紅從來不敢把這種 質疑政府的力度 放在自己國內 一直去質疑他國政府 而他國政府 那麼多不同的機構 還有聯合國幫他背書你不信 你信一個 資產不透明的政府 你信一個 民營企業 全部裡面都有黨支部的一個政府 這就是欺軟趴運的民主嘛 難怪我走線遇到大部分的中國人 都跟我說什麼 你如果想要救這個國家 或是想要救這個民主 你就放棄這個民主 放任中共 玩壞他 這是他們說的不是我說的啊 我做這個節目做這麼久我越來越有同感 這些人不相信科學 只相信槍桿子 昨天說到了李永樂對吧 每當中共關鍵時刻他總會出來洗地 這不是他第一次洗地了 像是特色管理這三年 從2019到2022年底 他就出了兩支影片 痛罵歐美 稱讚中國的特色管理才是優良的選擇 但事實證明是如此嗎 果然啊 李永樂是個政治科學家 而昨天啊 在東京 有個店家寫了 告訴中國人啊 我這家店用的都是 福島的食物愛吃不吃隨便你之類的標語 結果被在日本的小粉紅給出征 到場報警要求下架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東京的新宿發現了一些非常嚴肅的事情啊 這個店的招牌上寫了啊 告訴中國人本店的食材全都是福島產的 我不知道這個店是什麼意思啊 你自己想吃福島食材沒有任何問題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要帶上中國人啊 我們先來打電話報警 問問這個老闆什麼意思 你問你家中國政府啊 事件 怎麼做呢 現在在新宿國 我們有一個人在看見 這裏的地方啊 在這裏的地方啊 這裏的地方啊 在外面看見 這個地方啊 中國人的食材全都福島 那裏的地方啊 我請客 你不請客 這個地方啊 我們為什麼要拿來 那裏的地方啊 我們請客 那裏的地方啊 我請客 請客 我請客 現在店主不在店裡啊 人類似乎著的な采用別複雑尾大型の職場は全て福島さんですっていうのがあったんですか わざわざ中国人に対して嗅い機能というか それともこの福島県さんの食材を使っていることに対して思っているのか 福島さんの職場はどうでもいいですけど なんで中国人やって入ってやる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か 名差しで書かれて行きもしないのは分かるけど もし店員さん来た場合だから落ち着いて 警戒に気になっちゃうと そのために警察官は言いましたんですよ 落ち着いていらっしゃると思うよ 良いことないんで 落ち着いてきました 對著我來說, 這會帶來的地方, 要是福島県産的我們用的地方 如果他在之前的地方 那是福島県産的地方 那是我們要來不住的地方 這是我所在要求的地方 是否會了 那是我們想要求的地方 在福島県村の食材を使っているから それだったら中国人の方、嫌な方も いらっしゃるっていうのであれば そういう風な買い方をしたってことだと 言ってるんですけど いや、納得できませんそれは 納得できません それは店のカッチャー お店の経営者の判断権利が あってやってることなので 警察がこんなカッチャーだめだ っていうのはできないんで ちなみになんですけど お話としてはこれ 日替わりで結構書いてること 書いてること変わるらしいんで また明日には書くこと変わるみたいです 今日は変わります? じゃあお伝えはできるけど 変われるかってどこかわかんないです それはもう嫌嫌だって言われたら それでいい ぜひぜひ伝えてください 一人に出たら 参考者だった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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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んて思いますよよくないですね 国籍サービスですね そうですよね サービスですね はい そうですよね 買いましたね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毎日夕方買ったら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これね 我們和警察和店主的一番沟通 店主也是把牌子撤下來了 如果在国外 当你認為你自己被歧視 当你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 一定要勇敢的站出来反击 我們要用正当的权力 去解決我們的訴求啊 每一個人都應該得到尊重 お味わいかがでしたか 我覺得味道很好 我只能說啊 你可以告 你告了 告不告得贏 絕對告不贏啊 絕對不會成立啦 請問他犯了 日本勝法的什麼陣 沒有 旁邊這位律師啊 也是完全搞不清楚狀況 為什麼要特別選 中國人 因為全世界全面禁止日本產品水產 只有你 中國 而中國政府代頭代表你們中國人 所以 他寫了中國人 有問題嗎 如果你認為這歧視 你應該去問中國政府 你憑什麼代表中國人 你又不是我一票一票選出來的 你憑什麼代表中國人 你不敢 中國政府在你的認知裡面 在小粉紅的認知裡面 代不代表中國人 如果小粉紅說代表 那你說中國人 那就沒有問題嘛 對吧 我賭這個小粉紅 他絕對不敢說 中國政府不代表中國人 他絕對不敢 所以啊這名老闆他不是熟啊 他是覺得麻煩到這麼多人不好意思 而日本警察也覺得很奇怪 但為什麼日本警察要去處理 因為他怕發生衝突 這是正常民主國家會走的流程 但是在中國呢 公安來不好意思 你就要被打江山部隊給打 請問日本人可以學這張圖一樣 在中國拉一個布條 在北京的街頭 在上海的街頭 可以做一樣的事情嗎 我就問日本人可以去你們 昨天的跳水現場 然後去報警說 你們看你們這些人跳水啊 還在罵我們日本人 是在搞啟示嗎 是在搞種族對立嗎 可以嗎 你們中國警察會處理嗎 不會處理耶 你們還會上微博熱搜 這個日本人 膽敢忤逆咱們中華民族的情緒 傷害我們中國人的感情 強烈譴責 一定是玩這招嘛 這是什麼 雙重標準 果然對這個民族最忍實的 就是放任中共把他玩壞 我們台灣人也不用高興的太早 過兩三天啊 9月1號啊 全面第三地的中國人啊 當然啊 他們不一定全都是小粉 但有多數的概率會是小粉 這些人可以從第三國啊 拿著中國護照來台灣玩喔 所以到時候台灣街道上 可能滿滿都會出現一些像這種 你們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呢 你們台灣人就怎麼樣 你看在台灣竟然有日本的食物 相信我台灣人我們的好日子也到頭了 到時候街上會出現一堆小粉 這些小粉紅就會拿著台灣給他的民主自由 然後來反我們的民主自由 然後這民主自由的前提之下呢 我們只能放任他破壞我們的民主自由 但是他們在中國又不是玩那一套 讚真的非常的讚 所以這個民主讓中國玩壞他吧 像這個小粉紅博主啊 他這麼怕日本的東西他應該回中國才對對吧 結果他沒有回中國耶 跟特色管理那三年一樣 全世界生活陸續回歸正常太可怕 他們竟然可以出遊玩還不用戴口罩耶 只有中國還要在那邊核酸特色管理 才安全 所以我建議中國政府啊 為了保障鹽荒子孫的安全 應該成立什麼 你們以前成立那個核酸檢測站 你們現在應該成立那個輻射檢測站 每天定時要去測輻射 對不對 你們之前就是這樣嘛 早中晚或是兩天測一次 還有那個健康碼對不對 你們這次推出一個福康碼 沒有這個福康碼 48個小時內沒有陰性證明啊 你是不能進出你們家社區的 還有工作單位 學校也不能進去 公車也不能坐 一個社區裡面只要有一個人超標 全小區封50年以上 讓他半摔期 半摔期過 你要再封個1000年才能出來 你們一定非常喜歡這樣的生活對吧 你們一定得這麼做 不然中國政府 就是罔顧你們中國人的性命 你知道過幾天啊 有兩到三個颱風啊 有概率會到中國 而這個颱風啊 來會幹嘛 會下雨 雨水從哪裡來 從日本排放的那邊的水啊 那邊的海啊 捲到你們的炎荒大地上 你們不怕嗎 你們到時候那個雨下降 那個皮膚一滴下去穿透耶 你們不怕嗎 趕快灑鹽空中擦殼你吧 你們趕快做好這個準備吧 所以這個小粉明顯就是一個Jack 跟司馬夾頭 為什麼我說司馬夾頭呢 司馬夾頭在中國是個反美鬥士 結果妻女在加州定居自產 她女兒啊 可能都還拿這個綠卡耶 我們看一下她在美國跟中國說同一個議題的影片區別在哪啊 美國那套東西不是我們的榜樣子 是會知道你學成美國那個男的一二十字還怎麼怪 還過不過呀 每十萬人命案七點五幾 最讓我感動的是這個地方 治安狀況之好 好到這麼多年來基本上沒有刑事犯罪 這警察居然是從來沒有掏出槍來對準人打過 對 不但是他 而且這這個小鎮上所有的警察都沒有幹過這樣事 實話說 美國那個偉天狗 你到著我錢我都不去有啥意思啊 這簡直神仙待的地方像天堂也不夠如此 我這輩子做過很多壞事 想不到呢我活著的時候就能來到天堂 OK我們話說回來 在中國啊 還是有部分正常的人啊 只是他們的聲音我們聽不到 而他們也不敢出來科普正確知識 因為會被封號會被找麻煩嘛 我想避免這個麻煩我乾脆不講話 像是武漢的日料店啊 欸這幾天異常爆滿 通通定不到位置 而這些人啊用了行動去打臉小粉紅 雖然日本的水產啊全面禁止輸入到中國 但在中國的氛圍就是這樣子啊 在這種反日的氛圍之下 你只要去了日本的日料店 就是一種立場戰隊 如果大家在遇到小粉紅說什麼 欸你喝日本的河廢水啊 你喝日本的海水 你就讓他去喝中國工廠排的廢水 家裡馬桶的馬桶水 就如粉紅說的嘛 如果你認為日本排的水是乾淨的 那為什麼不日本人一人一杯要排入大海呢 所以你認為你家的馬桶水 跟中國排放到大海的工廠廢水是乾淨的 你怎麼不每個中國人一人一杯 你為什麼要排入大海 用魔法打敗魔法吧各位 而我發現一件搞笑的事情啊 我在我IG上有分享一些小影片 我後面只要有接到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的片段 小粉紅一條留言都不敢留欸 像我之前的影片啊 在IG上有這個50多萬 有90多萬的點閱量的影片 什麼中國護照啊中國人在海外看到中餐啊很感動 下面有一堆小粉紅在罵 唯獨這兩條影片放了溫家寶吃福島的食物 小粉紅一條屁都不敢放 果然啊還是得用魔法打敗魔法 你看你後面放個溫家寶 你前面怎麼罵我後面那個溫家寶拿出來 他完蛋了他辱華了他罵共產黨了他又被消失了 只有立場跟政治是第一名其他可以撇在後面 不然你從1949年至今的任何 不管是毛澤東也好江澤民也好鄧小平也好 吳錦濤也好現在的聖商也好 請問他們發起的荒謬的政治運動 尤其是毛澤東二十幾場的政治風波運動 是用科學嗎是用理性嗎 你跟我說文革大饑荒人民公社大飯鍋那個是什麼 還有這個土法煉鋼這些是什麼這些是科學嗎 但是啊現在中國人還是依舊把毛聖上當作神在拜 把他供在天安門旁邊吶 今天的影片到最後寫出 喜歡記得訂閱我 部兄弟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巴小小姐的掰